東漢烈年因爲朝廷威順律下降,天下各個州郡的追侯門紛紛擁兵自從。 曹操爾,協天者領諸侯的理念,迎接漢二帝到許章獻刀。 憑借戰略上的優勢挑動諸侯門的矛盾,讓其相互徵伐。 曹操本人則助修如翁姐妮,用射十元時間終於打下半壁江山。 就當曹操南精準備一統天下的時侯,卻碰上了自己一生的勁力追葛梁。 諸葛梁先交代替迪旁統、設計,讓曹操把所有戰場連成一片, 以後用曹操借戰,獲得了曹操十勒之戰。 最後用一場隻逼遮戰,降越了曹操的野心,終於將天下定格在沙徒頂立的局面。 很多朋友不理解為什麽曹操借戰的時侯,曹操不放火箭燒死追葛梁。 可不遮到如果真的這樣操作的話,曹操可能輸得更慘。 諸葛梁草純借戰借從諸葛梁涉戰群如掌了東大都督周如的鳳頭之後。 深空下派的周如一直想找回長子,周如雖然也想反攻曹操,但因爲江東軍力不足。 缺少大量作戰用的弓箭,周如利用諸葛梁三天內造出十勒之戰,不然就依照軍閥著寨,所有人都看出,周如在陷害諸葛梁。 但了諸葛梁的未來,特別是諸葛梁的好友老叔,他甚至想去諸葛梁,舉絕借過任務。 諸葛梁開心地接受了借過任務,讓周如第三天清晨,帶著士兵到江邊水靜。 然後告訴老叔第二天晚上,到他的船上連天,老叔按照時間,接點為到諸葛梁船上。 紫漢宴諸葛梁在船周邊疾起很多,到祖人卻目漢宴想像中的十勒之戰,船以為諸葛梁敷衍自己,不由甚怪諸葛梁。 諸葛梁只是笑著招呼老叔喝酒,然後命令士兵屈船,兩人在船上瞭著天下的局勢。 最後才告租老叔,意在就是要去曹操那里亞貨,老叔突然驚醒,原來諸葛梁那的借過順盤。 心理信是放了一塊大石頭,但也擔心成功率,諸葛梁接近曹軍水寨之後,命令順上的士兵雷鼓,當時,江里尚奧氣壤了,身手不見不止,曹軍以為被特殖毒時略作一團,曹操披著披縫觀察幾分鐘後,認為試驗軍接刑。 果斷讓功勞兵招著古星方向射箭,或天翼戰與射中了諸葛梁的戰場,隨後諸葛梁又讓士兵掉頭。 用另一面純身直造粗的弓箭,隨著另一面純身也被弓箭成五,命令士兵門大聲哥夫,多謝造成雙射箭,隨後返回茶桑城。 老叔的發現諸葛梁在這戰的時候,老叔不是有擔心過曹操會使用火箭。 但他很快發現了諸葛梁,諸葛兩者十幾條戰場仗,雖然密密麻疾問了道祖人,開始很容易著火, 但其實腳不太擔心,因為有個時候惹黑風高,曹操一直判斷不了五軍的主力在亞里。 再加上他手上剛招降的荊州垂軍,戰力原本就落於江東垂軍,戒陽奧而出擊,無畢於楊烈虎口, 所以早早都活有派遣先鋒出去查看究竟,只是憑感覺放箭,在一個, 哪個時代火箭所用的火油,從之等是戰略率而已,而且消耗性非常快,不到必要的時候根本不會用。 新手不義五子的黑夜,又是在崗里上,麥一射不忠的軍,豈不是白白浪費掉了這些奧氣裝備, 流表雖然統治荊州十多人時間,但因為有太大的進取心,荊州的軍備一直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, 就連火箭的庫存也只能維持幾日作戰,弓箭手手上的火箭數量根本就不夠濃, 與其白白在這裡浪費掉,不如等下一個合適的時機再使用。 下日,性價比更高,老竹巡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因素,就是諸葛亮戰那場的士兵, 鼓手精力中沛。 心理素質也足,在暗天的戰與下該敲鼓的敲鼓,該核旋的核旋, 射毫有慌亂的意識,假若曹曹狠狠下心,用火箭攻擊,諸葛亮用巡可以指揮燃燒的戰那中下重型。 夜黑風高的夜眼,再加上空橫的火勢,曹軍將會損失草重。 同樣諸葛亮,這邊也會損失草重,是一個實的一千字順白白的策略, 向唐計中計放者曹操這邊,難以一個極大的弊端。 那就是曹軍多是北方人,不集水淨,而且所有的戰艦,基本上都用鐵鎖連起來了, 一旦火石人連將跪吞勢整落曹陵,而就在查桑城以日代流的周瑜,自然直到了曹尼被火燒的信息, 作為江東大都督的周瑜,自然不愧放過這個千載人縫的機率。 很有可能甚至動魂部隊開始反擊,憑借周瑜強悍的軍事指揮人力, 再加上江東水軍超強戰力的配合, 曹操的幾十麥罕鴨者和他剛剛歸降的荊州水軍,憑什麼抵擋周瑜的反攻。 可以預見的是曹操不僅會經歷斬敗,甚至他著宅的港口都會被五軍強行登陸。 此時已經自從,兵裝長路沒有的赤手空拳的曹軍,如何抵擋是氣旺盛的江東水軍, 再加上戰敗的陰影,夜間戰亂的疲敗,只要周瑜願意出高價買曹操的人頭。 雅肯定會有狠視的,不要臉舍地追實曹操, 經周不是曹操的大本營,這你的勢力沒有長度依附曹操。 甚至環有很多深向流鼻的氏族,運中,他們會不配陣勢配合五軍的行動折實曹操呢? 這個可能性很大,所以曹操很有可能會把勝利遊在這個智場上, 這才是諸葛亮祖族借戰背後最深層斜的陰謀。 從當下的角度流汗,諸葛亮借個鄉謀不可為不肯, 至於他為走某不正做,或毀事大心結果讓東吳做大, 流鼻一方反而成為了東吳的附庸。 畢竟按照諸葛亮的戰略規劃曹操是不能死的, 所以歷史上隻迫遮戰過後,明明關於可以輕人而舉擊殺曹操, 但諸葛亮的故意讓關於放走曹操。 畢竟活著的造造財人壓制著東,財人讓羅備再借個平人的局面 盡可能獲取更大的利益。 所以可以看見,當諸葛亮祖族借戰回到江東之後, 他的歸望,能力已經延長壓制著周圍。 江東將事源打心理認為,諸葛亮不可戰勝, 不願意和諸葛亮敵對,後續材料諸葛亮插手隻迫遮戰。 戰後輕易幫助羅備亞下經周全景,成為隻迫遮戰最大的營家。 佩戚